Youtube Hikik 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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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由鴻海教育基金會贊助播出 史乃爾 你這傢伙給我出來 你這個小偷 斯耐爾 那個請問你找我家主人有什麼事嗎 你家主人抄了迪卡爾的作品 是哪部作品啊 就上個月出版的這一本啊 上個月是我家主人十年前就過世啊 十年前 所以該不會是迪卡爾抄了斯耐爾的作品 不可能不可能再提出會 我想這應該只是個誤會而已 對 就是誤會 那既然這樣你要不要到我家主人的書房去看看 搞不好有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嗯 那個是什麼 這個 這是我家主人生前最後的手稿 搞不好你會有興趣想看一下 這 這一個圖 跟迪卡爾的一模一樣 怎麼可能 迪卡爾真的是抄的嗎 這封信 這封信我好像看過 你有印象 這封信是我寫的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家主人說 要把這一封手稿 插給兩個人 這兩位是 第一個好像是叫做 廢馬 另外一個 其實就是 迪卡爾 迪卡爾 這 這怎麼可能 這封信的內容 跟手稿 真的都比第一號書裡面拿來的完整 所以 史奈爾 真的是自己發現折射定律的 我家主人說 其實 這個很早以前就發現了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 人類就發現了光的許多特殊現象 這其中最讓人難以理解的就是折射了 像是魚叉刺在水中 魚會偏掉 用湯匙放入水中看起來會斷成兩段 都是折射現象的展現 但究竟該如何描述折射現象呢 西元十世紀 與海神木同期的阿拉伯科學家 伊本夏爾 是歷史上最早用幾何學來描述折射現象的人 他的手考在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流入歐洲 成為了啟發歐洲光學研究的重要資料 而我們的斯乃爾 正是這些研究中的佼佼者 早在迪卡兒寫出折射光學的十年前 就用數學寫出了N1sin1等於N2sin2的式子 代表是光的折射規則 而折射的規則就是 當光進到阻力比較大的物質中 速度會變慢 這時光會往水面的垂直線偏移 而這個與水面的垂直線 我們把它稱為法線 相反的 當光進入到阻力比較小的物質中 速度會變快 這時光會往遠離法線的方向偏離 而這些規則就是我們說的折射定律 喔 原來如此 我們的迪卡爾 在光學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並且還獨自一個人發現了折射定律 為此我們要感念它 將折射定律 命名為 迪卡爾定律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以幾朵S級的身份 繼續為科學努力的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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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它是用操的 哇 唉唷 廢馬 你怎麼來這邊胡說八道啊 會長 你看 這東西從哪裡來的 是 我從斯耐爾家找到的 十年前 他的仆人跟我說 他有把信寄給迪卡爾 你胡說 哼 會長 就算找不到 這封信的功勞應該要歸咎於斯耐爾啊 你看 他寫的收稿明明比迪卡爾的書還要完整更多 會長 你不要聽他胡說八道 這本書 是我自己寫的 你 你這個傢伙 你 等等 等等 這場會議 我們先暫停 讓我們 從長記憶 廢馬 給我過來 好好解釋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我們研究了斯耐爾的手稿之後 我們發現 斯耐爾對折射定律做出的貢獻 是比迪卡爾還要卓越的 因此 我們特定將折射定律 命名為 斯耐爾定律 至於 迪卡爾 我們並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證明你有抄襲 因此 廢馬的指控是無效的 但是 在你提出 合理的解釋之前 我們會凍結你的研究資金 至於廢馬 我們有個新工作要給你 由於你在解讀斯耐爾的手稿的時候 展現了無比的睿智 我們決定 將探索折射的本質這件事情 交給你了 是 我一定會完成的 光的折射現象早在西元前就被人類發現了 但折射現象的規律則是在西元10世紀左右 才被伊本夏爾用幾何圖形描繪出來 直到17世紀科學快速發展 光的折射才終於被科學家們描繪了出來 科學家們發現光在轉換介質時會發生折射 進入折射率比較大的物質時 光會往法線的方向偏折 進入折射率比較小的物質時 會往偏離法線的方向前進 而這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折射定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